继续来关心今天中南部的豪雨 尤其彰化从清晨就下起了豪雨 那么除了浦星跟园林等乡镇市严重积水之外 彰化八卦山的三分路 你看哦这个道路严重的塌陷 还出现了这么一个 长35公尺宽8公尺的大缺口 路过的车辆差一点就坠落进去 那么分园乡呢 一名70岁的妇人 今天冒雨骑车出门 结果连人带车掉进水沟被冲走 被救起的时候一度没有生命迹象 救护车赶到现场 只见道路完全被大水淹没 落水的妇人已经被民众救上岸 妇人被救起一度没有生命迹象 送医后恢复心跳 但还没脱离险境 回到事发现场 水沟的积水仍旧溢过路面 不仔细看 根本分布清水沟和道路的边界 而妇人的机车 就掉在水沟里 另外在八卦山 花坛乡和分云相交界的三分路 路基被大雨冲刷崩塌 出现一个长35公尺 宽8公尺的大缺口 有一半的路面消失不见 路过的车辆差一点就坠落山谷 警方立即封闭道路 并通知施工单位抢通 彰化线凌晨下起滂沱大雨 远离市区道路积水 还有车辆灭顶 而地洼地区更是水淹到大腿 电器行的洗衣机还飘到马路上去 另外南投草屯过去二十四小时 也降下三百一十四公里 惊人雨量 而气象区预估封面会持续影响到二十四号 已让住在低洼地区的民众 绷紧了神经 环境新闻黄主营 洪灵辉谢终于周大祥 张化南投报导